然后我们的粉丝有在敲碗问的是 你们都不讲中小旗银行股 有哦 有言哥今天帮大家准备了很丰富的资料 好那算出来呢 其实就EPS的年增率 我觉得表现都很不错 都很不错 今天发现银行比金控要表现得好 那可是可能是因为去年情况比较特殊 对 可是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银行 他们的通常他们表现的是 非常抢眼的 那像是在往年的表现很好的金城银 他去年表现当然是相对是比较弱势了一些 可是呢还是有很多很好的 像是我们刚刚讲过台积银 预估他的本益比才10倍而已 那另外呢 我们往下看 像是远东银 其实远东银的他的预估本益比 也只有11倍而已 那他的收盘价在11块6 我们预估呢 如果他的殖利率是4.5%的话 他的股价是这样 其实你可以看 刚才我们看到金控股的大部分的股价 现在的股价都远高于 他殖利率是4.5%预估的股价 对就是都跑赢 现在的股价都跑赢 他4.5%的殖利率 因为大家都喜欢去买金控股 你存股足啦 或者是做价差交易的 都喜欢去买金控股 觉得金控股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这些 这种单独的银行股来讲的话 大家就觉得 他们好像可能比较 没有这么的安全 所以不管是存股足啊 还是做价差的都比较不会太去关心他们 可是呢 我们在这边可以跟大家讲说 其实他们的股价呢 很多都受委屈了 像台契银啦 像是台中银行啦 像是这个远东银啦 安太银还有呢 这个王道银行跟上海银行 那么我们这一个这个这个殖利率也是用 他如果是配息率是60%来算的话 是这样子的殖利率 他的股价应该是在这里 可是呢我要跟大家讲 几乎所有的银行股呢 他们的配息率都没有这么高 所以这是你帮小股东的呐喊出来的心事就对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配到60% 对 我现在用的是这个指单族的配息 我不包括配股的 就是现金配息的 那如果不包括配股的话呢 那当然就会这个在这个 这个股价呢能够再降低一些了 这个这个当然没有什么问题 好那么其中呢 那这两档 这两档 是我看到在过去十年里面呢 为二他们的配息率是超过完之60% 这是对股东比较大方一点 对比较大方的 所以永年哥今天特别来分享这两档股 对王道银行跟上海银行 好我们先来看王道银行 好因为呢股价真的蛮便宜的 很多这个投资人会觉得比较容易入手 对在10块钱以下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呢 他其实呢去年12月份的营收呢 年增率40.6% 406%讲错了 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 这个EPS啊殖利率呢 他最主要他营收呢 最主要是因为他子公司台湾公营租资金 跟这个日盛国际租资金合并了 那他任列的处分的利益呢 达到32亿 32亿什么意思呢 就是呢 他去年大概本业的这个盈余呢 大概也差不多就是32亿左右 就是他去年的EPS是1.79元 他几乎就占了一半了 几乎占了一半了 他创下当然创下史上单月的新高了 而且呢 他的这个筹码来讲的话 他800张以上大股东的去年以来 9月以来增加5个人 虽然看起来不多 可是呢 总股东人数减少1240人 表示散户呢退出了很多 那所以他的筹码是稳定的 再加上呢 因为他的这个 当然我们不能讲说 因为他这个去年的合并的 这个处分的利益 这是单一次的 一次性的 可是呢你要知道 他在过去这两三年里面 他其实每年的EPS 还是在成长 虽然没有这么多 看起来就这么多 可是还在成长 所以他表示怎么样 他的经营其实是不错的 那所以这一支股票呢 我觉得他现在的股价呢 在10块钱以下 有一点委屈他了 是有点委屈还是太委屈 为什么我会这样问 然后永年哥 主要是因为 当我看了来宾的资料之后 我自己都会重新survey一次 所以我等于是另外一个来宾 OK 那这档股票呢 王道银行我觉得 他最吸引人的题材 就是刚刚有永年哥 跟大家分享的 这家合并的这个租赁公司 那我看到的资料是 这家租赁公司 已经是全台湾第四大 然后未来两年要IPO 我认为他会是王道银行旗下 非常重要的一支小金鸡 没错 那永年哥 那这个有非常大的想象空间 我们看过去这几年 输定股真的是表现很好 是不是 而且有非常多的现金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家 这家的股 我讲句实在话 我们这样子讲了 这个一家有EPS的股票 它的股价在10块钱以下 就已经是太委屈了 就已经是太委屈了 所以我觉得它是真的相当委屈的一张股票 好啦 你不要被我拐走了 好啦 有点委屈也可以啦 好 所以是相当委屈 上海银行这家公司就是太稳健了啦 对 非常稳健 每一年EPS都3块5上下 对 都非常的稳健 那大家可以看 那其实它在去年还在成长 还在成长之中 那因为我们这个 其实这个都不太用 不太需要讲了 真正的是这样子 它可分配盈余呢 大约是200亿人 所以它的配息 大概跟过去相比 大概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它现在唯一比较麻烦是 它的这个周线图 在这边呢 做了一个 类似一个头部的一个形态 那如果以基本面来看的话 它的配息率啊 各方面殖利率来看的话 那我觉得它的股价呢 应该还是有机会 再来挑战50块以上 好 所以有言哥 我请你帮我们下一个结论 王道银行你说相当委屈嘛 上海银行是不太委屈 但有机会 有点委屈对不对 对 他算是有点 因为我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你如果是要做 存股足的话 那我觉得上海银行 是个非常 非常稳定的一个投资标的 那这个王道银行呢 因为它毕竟算是一个比较新的银行 那它当然前景是比较好 你如果呢 你在买这一档 这一档股票呢 你的目标是做个一两年的 这个价差交易的话 我觉得王道银行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标的 哇 我觉得这个结论太棒了 就是我们如果是要赚价差的话 一两年甚至两三年 那就王道银行 如果呢你是要存股 就是呢定期定额 或者是每个月领到一些额外的钱 你要存就存上海啦 因为这家公司获利实在太稳健了 对 没错 而且我很多好朋友 年纪跟我差不多的 就从上海银行还没有IPO的时候 就开始买它买到现在 那几乎都回本了啦 对 因为它也蛮账户小股东的 好 那最后有应该 还有什么特别想跟大家补充的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按赞留言 并且订阅华视优选频道 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影片哦